大家好 非常高興今晚能夠和大家 又在我們人民哲學會 人民學會那個講座那裡 和大家見面 今晚呢 就和我們 給面子的我們呢 和我們講一個 非常之有趣的題目 這個人呢 神往天 我想神往天呢 我想如果在香港 這個文化界的那些 有認識的人呢 就很少 就是 不知他是在哪 不知是 他來頭是怎樣的 所以我也不想 浪費大家的時間 去做一些其他的介紹 但今晚的題目 大家看到 就是叫做 後真相年代的自處之道 至於什麼叫後當上之前 的年代呢 是不是 是說 就是說 現在那個 就是傳媒呢 就 亂報那些 所謂 假的新聞 就當作 一種真實 這樣去 去 向公眾 去 傳遞 那是否這個意思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如果是這樣呢 我 都 很希望 很渴望呢 去聽到 這個 神浪天 就 對於這方面呢 就有些什麼 的 的 的意見 我不再 阻止大家的時間 了 然後我 放了咪 就交給他 神浪天 好 謝謝大家 今天 今天的題目 就叫做 一個字 叫做 Post Truth Post Truth 這個字 其實就不是 不是 不是說 新作出來 但是突然間 2016年 這個變成一個 我們叫做 時代的待遇詞 變成維花潮語 怎麼標誌著 這個潮語出現呢 全世界 reversal 大家知道嗎 一個屬於 我們現在人類 叫做 Post Truth 無論是 Age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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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 一個 Post Truth 我們叫Post Truth 我們叫Post Truth 即是 頭身上司 就是Post Truth 頭是後 我們叫 這個就是 hybernated的 Post Truth 這個 有個 事件的 我們的標誌 當然這個 事件的標誌 就是叫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當選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當選美國總統 當選舉前 已經是 風風火火 去到 2016年 第一次 年尾 當選了 於是 這個詞 為何 Donald Trump 是一個 Post Truth 代表 為何 Donald Trump 經常說 傳媒 抹黑他 經常說 幫希拉里 幫我們 民主黨 幫我們 叫做 民主精英 又或者我們 一般 自由 左派 或者 左翼 自由主義 無論怎樣叫 中間偏 左 中間偏 左的一班人 這班人 就是 代表著 一些 美國的知識分子 文化 精英 這樣 是 KOL 有些 是 NGO 這些 拿著一大堆資源的東西 但他們的思想 是 可以歸入為 左翼 第一個左翼 當然不是很極端的 左翼 沒有理會 根本上就是 這個 特朗普說 有些人是勾結 去攻擊他 通過傳媒抹黑他 當時又說他 有很多的 打明人聽過 不想再說 這個 他就說有一個 有一個 其實你們不知道的 他跟這些主持人講 或者是後商的事件講 你不知道的 有一個叫 alternate fact 即是報道的 那些不是fact 他們的報道是 alternate fact 一個 另類的事實 甚麼是另類的事實 就是 我其實是另一個人 其實我是怎樣 我是好人 或者我是真的領導 美國會有美國前路 或者 大家知道 最近他經常說 要美國回來 我們回來 製造業有美國 我們美國 我當初總是可以令到 所有的 全世界人民知道 美國回來 亦都 是害怕我們美國人 對不對 我們是 要做回一個 真正的超級大國 我們已經 沒落了一段時間 所以他重提一些 我們叫做 油 好油的 好國族主義的 還有他基本上 是一個資本家的背景 我們會相信 他是一個 好油翼 相對於剛才那些 自由主義 那些 完全相反的力量 這個思潮力量 他 用他去說 叫做甚麼 alternate fact 這個alternate fact 是不是真的fact呢 大家知道 他用fet那字 fet呢 其實是沒有說 alternate fact fet就是fet 事實就是事實 發生了的就是事實 是不是 就是客觀的 中立的 我們所謂的 是未經任何的 主觀的 無論叫污染好 或者 我們叫做 轉換好 或者我們叫做 存識好 沒有經過的 fet是客觀的 是一個東西發生了的事 還有一個叫做事實 當你說一個叫做alternate fact的事 其實你把事實 這個字 是轉換了 換了 我們用了另一個 他用了一個 語言計術 他現在知道 其實Donald Trump 第一名書 我們知道 全世界是 2016年年尾的時候 就標誌著一個 post screen 但我們香港人其實很清晰 我們很知道 我們香港人其實 在某一方面 原來是很前衛的 或者很先導的 我們如果讓世界 早走一步 在哪方面 路解何為後身上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們早已經2012年 我們有個偉大的六八九 上台之後 我們一早已經知道 甚麼叫做 alternate fact 即是 Donald Trump那套東西 梁振英 其實一早已經說了很多次 搞了很多次 用一個語言藝術 用他一套語言藝術 虛偽 去 轉化了一些 或者叫做紫維碼也好 含運用詞也好 把一些人用過 或者習以為常的用語 加上 用他的應用 加上一些新的 另外一個提法 這個 梁振英的語言藝術 或者我們叫做 其實梁振英 代表了 我們叫做地下共產黨 或者我們叫做中共 或者港共 他們其實這種方式 就是由 2008年打後 就已經是常用 就是你有一套東西 我拿了你一套來用 然後轉化你 譬如說民主 譬如說 法治 譬如說 你說法治 於是我不說法治 我的法治就是守法 轉化你法治的意思 是不是 你說 示威嗎 我又組織一班人出來 他又有個示威 戴上有號碼 一件衣服 其實就是你說 你說習慧嗎 我們又有習慧 是不是 所以他們其實是用了 我們叫做 用了 反對派的一些做法 概念 和一些用語 他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 當權派使用 然後就轉變了一個意思 通常是相反意思 一來可以轉變意思 運由師兄 令到你的 那個語言 令你用的概念 用你的手法 變得無力 因為你那套東西 被你拿了 這個也不是單純有打一支 就是女性主義興起之後 那些男權的社會 如何用女性主義的術語 轉化了另一件事 譬如物化女性可恥 這個字經常說 物化女性可恥 在用男權一說的時候 要用物化男性可恥 就轉化了你 所以其實就是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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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真相 那個 我們叫做 一個 我們叫做 制衡的看法 即是無其 不是說 最直觀的看法 就是 真相成儀 我們經常說 Facts 既然有 即是很多不同的Facts 其實明明Facts 只有一個 不同的 不同的 應該是對Facts的詮釋 可以就著不同的主觀 但當你說自然的Facts 即是把Facts 變成 opinion 變成一些詮釋 變成一些 本來不是Facts的東西 都變成Facts 這樣的時候 如果用真理來講 或真相來講 甚麼是真相呢 真相大家知道 好像指負就是指 在哲學上來講 就是指甚麼 就是指 大家知道真理理論有三種 一種Correspondence 一種就是Consistency 一種是Parametic 是吧 那Correspondence 你怎知道它是真理呢 怎知道它是Truth呢 你只需要通過 correspond to the object 即是你講的話語 你Correspondence就是真理 你Correspondence就是真理 correspondence就是false truth或false很簡單 你Correspondence 就是通常 這個Correspondence 是一個Imperical Correspondence 甚麼Imperical Correspondence Imperical Correspondence 就是經驗的對應 就是通過經驗 你就會知道它是不是真理 譬如我今天 落雨 今天有沒有落雨 很簡單 我這個說話是真的 你只需要通過經驗 出去播一下 它有沒有落雨 如果真的有落雨 我這個說話是真的 這個如果不是就真理 那Correspondence 是甚麼意思呢 其中一種呢 另一種就是Consistency 它是一致性 通常是Logical 它究竟有沒有邏輯的一致性呢 如果它犯了矛盾 犯了不同的邏輯率 又或者它推理出問題 那我們就會覺得壓它這個 不是Logical Truth 剛才說Imperical Truth Correspondence 是用來檢證它 是否是Imperical Truth Consistency 是用來檢證它 是否是Logical Truth 那當然 第三個就是Pragmatic 就是實用 大家知道就是 我們一般理解 有一套除了 我們除了 我們甚至去到 你叫做甚麼 去到Richard Wharty出來之後 經常說的 所謂Post philosophy 或者叫後哲學的時候 我們說哲學 其實到最後都是實用的 是一種品味 它不是真的說真理 它不是要追尋真理 哲學其實應該是最後不真理的 但是呢 我們有時候知道 如果解釋去到 Richard Wharty出來之後 它叫邏輯 我們叫Richard是甚麼 查理 李查羅提 李查羅提 其實哲學 不應該是這麼grand的 應該是一個 philosophy 不是philosophy 是philosophizing 是一個哲化 哲化生活 所以我們說 你對哲學的判斷 其實是一個品味的呈現 來的 因為這樣的時候 它是很pagmatic 就是很pagmatic的practicing 所以我們說 我們有時候 我們說的所謂truth 在這一個層 他們的意義來講 我們叫做 後製學的意義來講 它其實是在說這個 無論如何都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 檢證的方法 去決定是truth 那你的Postrope Postrope 就說這三套東西 都不是 都不是 就知道是甚麼 就是 那是甚麼 在說一個 是我說了都是 或者某個人 某一件事我說了都是 或者 你說了就不是 反過來 另一些東西就是 總之 只需要一個說法 如果你看回 維基百科 去理解這個Postrope 其實已經說了 就是 逢親真理檢證的所有方法 都讓路於甚麼 讓路於你的單純信念 和其他意見 就是意見 和你的相信 你相信就是真的 你相信就是真的 或者某些人相信就是真的 Postrope 其實可以說 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 不需要講一些 我們的檢察標準 不需要講一些 真理的標準 這些真理標準 都是客觀的 或者相對客觀 可以討論的 是單純受捉主觀 單純受捉主觀 單純受捉主觀 後來就是甚麼 單純受捉主觀 就有出問題 就是受捉權力 因為哪一個拿著 我們經常說話語權 那我就就是 有色形的 power 拿著有話語權 我懂得語言藝術 我是梁振英 我是689 我是誰 我搞一套東西 我是港共 我講的東西就真 就算不真好 你也要真 明明那個違反基本法 我是 我是執詞基本法 我那個才真是基本法 公然違反基本法 一地兩檢 大家知道 公然的 這個法沒有條文的 我甚至不用釋法 以前又說要釋法 又說要找人 但是這個不用釋法 簡直就是 我又說 隨我說 基本法 已成一致空文 為甚麼成一致空文呢 因為 真理 基本法這麼說 我講了就算 這些就是 很明顯 當你沒有了客觀標準 你就掃住主觀 而主觀 個個都主觀 那怎麼辦 有權那個 掌握了話語 所謂的權威 可能是政治的權威 可能實際上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們叫做甚麼 我們叫做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 真理的失效 就是真理之後 即是真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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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失效 其實沒有了真理 不如說是 第二個標準 當然 經常說 其實是甚麼 就是 正相反 他不斷地沒有了truth 他經常說 沒有了forse 其實相對 就是 你有truth 你有truth才有forse 即是不符合 不是真就是假 他經常說 就是後現代 其實後真相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理解一個 後現代的觀念 就是後現代的時候 我們會說 就是說 咦? 就是一個叫做 李丘塔的人 我們第一次叫做 李丘塔 我們出名的說法 就是甚麼 就是 就是 叫後現代的狀況 另外一個人 就叫做 我們叫做 甚麼 我們叫做 波希亞 我們叫做 波希亞 是吧 波希亞 又或者叫做 爆德里爾 或者 波希亞 這個Sean波希亞 裡面提到一個來講就是 就是這個forceness 他不是從truth truth 直覺的 後現代就是沒有了一個真理標準 後現代就是沒有真理 後現代就是沒有真理 後現代就是沒有真相 不是沒有真相 是 太多的真相 是 因為 是因為 個個個說了 就算你有兩個的 叫做公說公有你 婆說婆有你 那甚麼 那你這樣看就是個個都不是有你 不是 是個個都有你 個個有你 當有你 是衝突的時候 是怎樣呢 不要緊 又不是訴諸權力 但最重要是 無論訴諸甚麼方法都好 其實 誰都有你 誰有你 誰有你 誰都對 誰都對的時候 那就沒有問題 不對了 那些事 真理的時候 沒有 是 是我們叫做謀誤 語言技術是取消了甚麼 不是取消真理 是取消了謀誤 永遠都合理 沒有標準之後 永遠都合理 因為個個 你說我不對嗎 沒有我的說法 沒有這些事 對 大家都對 就是目衝一事 大家 坐著喝杯 整個包搞定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不但無錯 亦都沒有個方法 問題是這樣 我們叫做 另一個 這個影片 另一個說法就是 當你一個 在一個 後真上 我們的 技術 就會出現 甚麼呢 我們會出現了 這些 不同的 reality 不同的reality 我們叫做 甚麼呢 我們叫做 一個發展 其實這是一個 發展 技術的發展 就是說 Bull Truth 雖然當然是 這三個東西 都是出現了 一和二的特徵 就是 virtual reality virtual reality 叫做虛擬真實 假設就是 電腦 網路空間出現之後 網路空間 電腦或入位機 裡面出現了 virtual reality 這個virtual reality 是一個 虛擬真實 是技術發展到某個地步的時候 它提供了一個 可以跟現實 現實 相平衡的一個 角度 或者一個 一個頂域 而且呢 到最後可以 取代 我們叫做reality virtual reality virtual reality 不是本身virtual reality 它的取代 大家知道就是從來打機 從來網絡世界 你已經 immersed in virtual reality 你是不需要reality 所以說 virtual reality 就是取代 技術上可以出現 但是 但是 virtual reality出現了 就是剛才出現了 virtual reality 就是剛才出現的情況 就是發展到不上 就 太多virtual reality 我們現實上 亦都出現了很多 方言藝術等等 你發覺 你全部都是 聲稱開的 可以取代reality 他們呢 個個取代reality 的時候 他們不是 同樣的情況 不是取消真理 是取消錯誤 他取消了 虛假 所以 所以 他們的問題就是 他們個個都是 不僅是真實 而且比真實更真實 或者過度真實 你叫做過度真實 就是說 由virtual reality 發展到 hyper reality 這個 這個是 然後再發展到 我們剛才說的 普通 這裡你看到 沒錯 雖然你說普通 我們慢慢分析 它明顯是 truth的消失 或者取消 force的消失 但是裏面其實有一個進階 亦是上下進階 但是不是時序上進階 其實是一個概念上階 我們經常會說 這裏都叫post modern 全部都是post modern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進階 其實有不同的post modern 有不同的post modern 大家知道 post modern在1970年開始起到 一直發展到 到現在數個2017年 已經很多年了 就是三十幾四十年 那這三十幾四十年 似乎 如果全部都是 如果三十幾四年 全部都是這些東西嗎 就似乎不是 我們發現 我們有一個發展 這個發展 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人開始說 這個post modern出現 和現在 1970年出現的post modern 我們開始出現 不開始出現 聽到我們出現的時候 或者開頭出現 我們李丘塔 或者布瑞亞所說的 那個後現代的時候 和現在的後現代 是突然出現有分別的 我們現在整個 現在我們用post truth 去表徵的後現代 是第二次後現代 尤其我們一般所說的 我們開始說的是 右傾的後現代 這個是左傾的後現代 甚麼左傾的後現代 甚麼左傾的後現代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出現的後現代 即是後現代 我們說的是 那些人是反省甚麼 他後遲甚麼 他後遲反省的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否真的破產 我們要想一下 馬克思主義是怎樣 他會發覺馬克思主義 很多問題 很多困難 是吧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 我經常說 大型 Totalized 我經常說 就是現代性 很Colarized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 這個概念和理論的 我們不要這些理論 我覺得這些理論 是說不通的 或者是有很多危機 或者有很多問題 那我們要用一個甚麼 我們要用一個 是 我發覺全球的戰略 亦都不是再是 用一個這麼宏大的一套思想 指導你去 和資本主義對抗 左傾的說法就是 你和資本主義 即是資本主義是一個問題 那你怎樣要去 找你人類的策略呢 人類的民命出路呢 如果資本主義有問題的話 那不能夠再掃出一個 雲大的馬仕主義 因為他已經破產了 在一個六塊之後 打到全歐洲之路 這些東西行不通了 或者僵化了 要不就被教條主義了 蘇貢那些 東歐那些 要不就已經 是 被街頭革命失敗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反省 反省就去到後現代 一大集後現代 思議為出現 就是這種 開始講 不愛 不愛一些 不愛一些 普通的概念 於是慢慢 配入 virtual reality的 技術等一大堆的後現代 那這種是 我們叫左傾的後現代 他仍然是相信 仍然是相信 是 人類的美好的未來 或者是 想search for 未來 你仍然是 要改善人類的生活 你仍然是 要求進度 可以講左翼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 進度要求 第一件事就是 平等 你追求平等 或者這個 烏托光好 理想國好 最後人類是 平等 是想追求平等 後現代都是平等的 甚麼是平等呢 Exactly就是甚麼 Exactly後現代就是 你不愛範威 你講的東西 是 很聰明嗎 你是藝術家嗎 你是哲學家嗎 那不是 我是一個 我們的後現代就是 自然 你是由人有權發言的 由人有的 有一個技術 有一個技術 有一個 virtual reality 人掌握了某一套 語言 人掌握了某一套 網絡的發表渠道 我都可以發表 我都可以由發言權 是吧 當你說話語權的時候 講話語權的時候 我們真的話語權 真的發言權 我們沒有了真理標準 有權人就是標準 於是我們就要 每一個平民 每一個用家 網絡用家 我們只需要 是virtual reality 實現到 我們的 empowerment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什麼 我們可以 發聲 發聲 然後去建立概念 建立概念 去對抗 你不疑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 仍然是 講著 追求 平等 追求 一些左翼的進度 所以說文明的 是建設 所以這個是第一 我們叫做 70年出現的 post month 去到1990 或者去到1990年代的末期 大鎖匯大致 原來20年的風光 是不是 去到 去到 去到慢慢去到這個 90年代末期 它慢慢 慢慢消失 慢慢是 我們叫做抹落 或者慢慢就是 它力度不夠了 就是這樣說 那時候 我們叫做 2001 打後 全世界 在華語區 大致2008 2009 很清晰 就出現了 新左翼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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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翼 的其中一個方式 就是 重提真理 重提真理 大師 或者 廠長 巴雕 說 四個領域 重提真理 重建真理的領域 第一領域是政治 第二領域是甚麼 第二領域是愛情 竟然是 第三領域是藝術 這樣 這些不同的領域上面 它要重建真理 要建立真理館 其實反而言 其實它沒有post modern 它是逆反post modern 即是post modern 假設有 覺得原一測到現在 我們現在的post modern 又從來不是post modern 其實post modern 這件事是經歷了一次 退潮 現在是復規 這個復規是甚麼 這個再不是 左傾的復規 這個是 大家知道 以當初 以Donald Trump 為標誌的 是右傾的復規 這種是右傾的復規 這種是右傾的復規 這是右傾的後現代 現在我們面對 那些post truth的標誌 著 virtual reality 和hyperity 是左傾的後現代 去到post truth 是右傾的後現代 這個後傾的後現代 是很恐怖的 大家知道 就是不用說了 因為它不是說要追求平等 不是說要追求人類的進步 不是這件事 它是前面一大套藝術 後面包裝著赤裸裸的權力的事 赤裸裸的權力的事 和對真理的仇恨和敵善 是這件事 這個不知為何 這是仇恨和敵善 最記住 沒有無亂無故的仇恨 當然你記了一點 如果看Donald Trump在美國 那些仇恨在哪裡 那些仇恨是在左翼上來的 是左翼中的業 左翼當然不就是左翼 就應該是自由左翼 或者是中間偏左的那些人 希拉里 希拉里來代表 他們是種下來的 那為何會搞到這樣呢 他們在裡面搞NGO 現在香港人說的 叫做左膠 大愛左膠 又或者是一班泛民 我們叫做理解成這樣 這種人做出來 是令到種下的仇恨 這些仇恨呢 就是由騎 由騎 由騎之後 他們用了一套 由騎不是用了一個高級鬼 他們用了一種後現代的東西 因為後現代的東西 就叫做由騎的後 我們叫做Pouchure的年代 所以 由此為何而言 這個後現代的 我理解成有兩種 兩種情況是這樣 但太多說了 我不是想說後真相年代 所以我首先講清楚 其實也不算是很詳細 希望很簡短地講 究竟我們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年代 就是現在的 後來的年代就是現在的年代 這個年代就是用簡單的 用比較思想性 我不要用哲學的用法 就是第二次後現代 或者是又傾後現代的當下 那麼刻我們如何之主呢 至於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在我們現在就說 你講完所有的說話你講完的情況之下 大石砸死蟹 而且講到後面有一個語言藝術包裝 沒有人相信 但仍然可以認得的 因為prostruth的事情 因為prostruth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呢 不過我們就 好了 這個 這個我不多講了 不多講其他東西 我單純講prostruth 其中除了政治的傾向 議員目染 議員藝術 政治的狀況之外 我想特別借這個 阿金本的一個 這本書就叫做 這本書的一些講法去人生 就是我們單純講的image的問題 我們一般來講後現代 或者叫做prostruth 其中一個東西就是 就是prostruth的一條 hyper的一條 prostruth 這三個不同的發展號 都有一個影像泛濫的年代 同時突出的影像泛濫的年代 就是image泛濫的年代 因為image是甚麼 image呢 image是 大家知道就是 image或是同時 叫做 imaginary image 大家知道就是傳統 如果接口來講 或者 鬼立的羅羅斯 你知 image本身都是影像 就是本身已經是幻想來的 image本身不是真實的 對不對 image是一種 無論是我們一般有講好科學理解 或者好像學理解 image是跟imaginary有關的 imaginary就是想像 想像就是你想出來的 它不是fact來的 它不是reality來的 是吧 imaginary和reality對比的 想像域和真實域 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真實域的客觀是so call 想像是主觀的 image其實是主觀投射 或者主觀的營購 或者是客觀的一些在現 或者是不同的 總之image本身後面有一個叫不真實的東西 image泛衍 大家知道就是我們 為甚麼會有後身相 大家知道就是 為甚麼我們分不到真實呢 為甚麼有些人說一下 或者我們叫資訊 我們資訊爆炸 去到甚麼地步呢 就是我們經常在社交網絡 或在網絡上看到一些新聞報道 或者看到一些 經常看到的相片 那些相片真假 你不知道的 是不是 可能是人類偽造的 可能是偽傳的 於是你進去很快就share了 於是變成很後真相 是吧 這樣的狀況 所以 我們想說image是一個 很值得我們分析的問題 如果我們先說後真相 我們其實 是必須有一個東西我們要處理的 就是 在後真相年代 或者我們叫做現在當代 我們image是怎樣的 那麼這個 這個 大家知道是一个视觉残留 其实不是真的看到Image 是很简单的 如果Image是这样看 我们眼睛看到Image是什么Image 但是电影的Image是特别的 电影的Image是一个影像残留的错觉 大家知道 就是它动 但是你见到它本身不是动的 在飞丁的时候 飞丁就是用飞丁来理解 飞丁就是一个定格的Image 它是steel image 但是它的moving image的特征 它是一个视觉残留 这个视觉残留 我们叫做 也就是一个幻觉 这个幻觉就是 当你飞丁用一秒 我们叫做 十八格 这个晚镜 或者二十四格正常方映 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视网上 出现了一个残留的东西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叫写Image 是一个特殊的Image 它是 比如说 它其实是比 就是我们所说 如果你眼见的Image是假的话 它会比那个更假 它会比那个更假 但是 你知道我们电影的网 那些我们觉得是真 是吧 电影的那些人信 电影的那些才是真 我们见的那些是假 或者我们很情投意合的 气假情真 我们情感认同的是 电影的那些 你认同的是 电影看到那些 英雄人物的 遭遇或者形象 而不是在认同 隔壁那个 我们见到的人 这个 我们叫做 这些这样的 阿根会说 这些这样的Image 其实是 怎样可以产生作用的呢 或者 它研究舞蹈的时候 它说 看舞蹈的时候 那些舞蹈 舞蹈之间 它为何会令人震撼人心呢 为什么舞蹈的姿态里面 不停地动的时候 它又是哪一种 去震撼人心的呢 就发觉 原来震撼人心 就是原来 电影里面 最震撼人心的 就不是 动的那些影像 或者我们见到 动的那些影像 是会动中间 暂时的政治 就是这样 非得无非得之间 动的时候 会终止暂时的政治 或者我们没有了之间 暂时的停顿 那个暂时的停顿 是相对地不动 但其实是动中的不动 我经常说这些东西 就是 当你不停地快放的时候 如果假设有一个影像 是停留了的话 其实那个 你见到 其实是一直在快放 但它会见到 影像上停留 通常那一下 那一下 那一下 那一下本身是 就不停留 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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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 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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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真实 我们叫做 艺术的真实 又或者我们叫做 是 真实 但这种真实 是 Image Image 在每月 那 我经常说 这就是 一种 我们叫做 很 很特别的真实 那后面的真实 就是 它分析很多东西 就是说 Linv的问题 Linv是什么 就是 如果你要说 Posumerous 我是一个遗福者 就是我老爸死了 但是我认为 Posumerous 或者我死是遗产的 我死了之后 残留下来的东西 就是我老爸已经不在 但是 我是Posumerous 就是我是 承计 但是承计是 他已经不在了 我承计那天不在 Posumer 就是说 如果Posum 这个字是Posum 什么叫后 Posum 靈父呢 我们看到靈父 好像有些东西 如果它是真实 它是Posumerous 它是 它是Reality 的Posumerous 或者它叫做 它其实是真实的残留 它分到这些真实的东西 它的说法就是 它是人的影 如果人是真实的话 它是人的影 如果人是上帝的影 那 靈父 或者是靈父 这种靈感之女神 或者是精灵 这些精灵 就是人的影 就是等于是 这些灰状 这些灰状 它是真实的 残留 残影 我们经常看 刚刚有套波兰电影 大家知道 是 帕尔达的围状 残影 很厉害 为何这么厉害 一个画的不是 它画的不是影像 它画的是残影 它是影像 留在眼中 自己眼睛的残影 然后画我自己 注目的残影 你看不到 我看到它 我看完你之后 你的残影 就画出来 多厉害 你不知道 是好主观 但是 为什么这么震撼你呢 看完之后 看完那些灰状的残影 是震撼你 那下就是那个 虎像 那下就是一个 那下就是 那下就是 那这个就是他说的 那这个就是 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说 当你影像 除了解释 我们的影像 发现纳的时候 你影像发现纳的时候 你确定不到 这些影像是真的 是假的 因为我们 真理失效 或者是我们进入了 一个所谓 这个后真相的时候 这样 这样 这些什么影像 我们如何去同一个影像 或者我们如何去面对 这些影像 难道的 我们不可以就是去 去发现 这些重新去更加 正正因为它 我们手提 只是得到影像 我经常说 就是用回 梅桂的名字 我们只有名字 梅桂的名字 已经在那里 因为只有符号 符号后面的真实 已经在那里 当我们没有了 那个真实 只得到符号 我们手上只有符号 难道不就是 我们好好地 真的去面对 去分析 或者去真的 如何处理这个符号 慢慢 就是我们有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真实正是符号 是假的 于是我们就不用看符号 这些全部是假的 有真的时候 有好的东西 或者我们叫做 拥抱的东西 有实在的时候 那些不实在的东西 我们就 不像是次要 但是 假如我们 其实已经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剩下的 是image 这个是 这个是 那image里面是什么呢 image里面 是很奇怪的 real 很奇怪的 如果real 因为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 这个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直接去到 直接去到 我们 问这个问题 就是经常说 水能复舟 然能在咒 后现代 水的话 是灾祸的话 我们经常说灾祸 它是 水能复舟 可能水能在咒 也能复舟 可以这么说 水是好东西 不过 它有时要留心 它的危险 我们都追了 水能复舟 亦能在咒 就是image 它本身 the truth 本身 是坏的 是 我们叫做 我们接受不了的 或者混乱真理 令到我们 陷入危机 陷入一个痛苦 陷入一个 没有虚假 也没有真相的年代 的时候 它是复舟 一定是复舟 但是有没有想过 亦能在咒 它在周围在哪里呢 是不是我们真的 这么了解 很多暴书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单讲 从image 他说 是不是真的这么了解 image 是不是真的 能了解 这些这样的image 是不是真的 完全是不好的东西呢 当它只有image 整个暴书是好不好 而你必须要 在里面 去找它的 深刻 去找它的 真实性 找它的 我们叫实在性 如果有 如果实在性 真实是好的 如果是的 那这个 如果你质疏 这件事 会很后言 为什麽真实好呢 为什麽不是真实不好呢 那些问题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地方 就是用这个启示 这个叫道传启示 即是说 image 反为泛满 反为真相 忍退 反为刺激我们 好害 如果假使 阿根本 这个概念 当然它是有另一个意思 但是我用这个 是会令到我们 更加去思考 这个image 深刻的话 那我们直接去跳到 跳到 港体了 对不起 我现在是入庭了 对了 就是后真相 年代自处 即是我们怎样自处呢 我怎样自处呢 那难道不就是 很简单的直觉 后真相不行 那我们当然会恢复真相 恢复真相 第二个就是 后真相不行 对不起 对不起 像这样说 我们不行之中 就是打机 废有废打 勁有废打 对不对 你打character 你只有一level 是吧 那你随便都是 都是勁人 那怎么办 那照打 废有废打 是吧 打到勁有时 才会发围 你都会打 你不能不打 你都会打下去 你不死 一定不死 因为save low 大贩大贩 是吧 四张便是save low 大贩 重新拌击再玩 再不再来 是否堪掉重练 看这个virtual way 你的世界是很正 什么都可能的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 那你其实怎么做呢 那一般有两条路 一般来说 两条路 一条路呢 就呼吁复复真相 追入真相 对不起 这条路是什么 这条路有的 就是刚才说的新左翼 exactly就是后现代 第一次后现代之后 你一个真相忍退 那新左翼就说我呼吁真相 是吧 华钓啊 齐泽黑啊 一大堆 我们就不要说了 一大堆人 身左翼 推出来 重新呼吁 包括就是 就是刘温出话 这个制出了一个 Morris Morris 讲回搞共同体 Community 重新追求质理 这个呢 是建立了一个质理观 重新讲回真理標準 讲回客观性 讲回 我们叫做 一个左翼的革命的可能 追求平等社会的一个 我们叫做 以示日程 讲了很多年 讲了十年 我们可以理解成 讲到 2011年的 华尔街 是去到一个 后来影响香港 就占领中华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占领中华 不是后来一个 流产的所谓占中 是真的发生过的占中 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过 就是在这个 武虎华楼下 曾经有那班年轻人 后来就 有个导演 Vitter Huy 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什么 那个电影叫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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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知道 很惨 那个电影叫做什么 Vitter Huy 那个电影叫做什么 我一时 一时记得了 一时 惨了 不停 没看过 惨 对不起 剪掉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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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过 那里叫做占领中华 那里叫什么 两个字 是什么 真的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 不记得了 那就是 那个占领中华 那个就标志着 这个 这个 我们叫做 恢复真相 恢复真理的 运动的 高潮 那引申出来什么 特别后面多了大陆占领运动 变大陆占领运动 中东华 大家知道了 埃及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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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利比亚 跟着 整个 西班牙 对不对 一路不同的地方 整个 不停的战领 当然到最后高潮 在香港 2014年 我们的战领运动 大家知道下场如何 全世界下场就知道了 埃及战领了之后 就搞二次的占领 到最后搞了来 搞到现在又在搞 大家知道了 对不对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搞到最后 搞定了 做了什么大批难民输出 下场就是大批难民输出 就是道冠 我们叫道冠 这个情况就是道冠 整个历史 告诉我们 当你去恢复真相之后 产生道冠 道冠之后 出现第二次后 就是诸来潮 就是这个 又是挂钩 那个原因是很复杂的 但是你要最简法的说法就是 这帮左翼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这帮左翼是什么呢 再不是以前那种 无产阶级左翼的 大家知道 这帮不是无产阶级左翼 在占领中环 在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 占领中环 占领华尔街 是很清晰的 占领华尔街那帮人 是拿着iPad和iPhone去占领的 那帮人为什么这么多时间占领 因为他们全是有钱人 他们其实是中产阶级 他们是知识分子 他们已经左翼 这帮左翼已经是中产左翼 不是无产阶级左翼 于是呢 他们其实是其身不正 或者叫做脚筋不正 脚筋不正 脚筋不正讲左翼思想 于是 于是 那些人民 那些法国有倒冠 被人有倒冠的机会 不是说他们不好 或者可能真的不好 希拉尼真的不好 那有倒冠的机会的时候 有一帮真正的无产阶级 真正的无产阶级 不会 采立一些重建真理观 重建马克思主义 或者有一世纪资本论 叫大家看资本论 因为越看资本论 越发觉你这帮人 骗我 反过来 走去 乘邦论 是不是 就是说 说出来 真是行 我走去 不如我拥抱那些 那些不好 那些是不是好像对 那些真是一回想法声 好像 真是声斗市民的心声 大家都知道 法西斯 其中一个 基础 都是吸纳基础 都有是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低下阶层 很奇怪 低下阶层 都被法西斯梅伐 你都知道 尤其是以大力的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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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纳粹就中产的多 反而是问题 你看到 法西斯的土壤都可以在 都可以在低下阶层上升 不一定是中产的法西斯 所以 这个无产甲就是 这个共产主义的 社会 所以 右翼 之身 情况之下 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每一种 我们的恢复真相 光泛 或者恢复真相 新阻翼的东西 是用到一个阻力 不是一定不行 但是有个局限 是吧 事实告诉我们 那我们有另一条路 就是那条路 就是说 难道不就是 那时在说 后现代 德勒斯 葛塔利 一大堆 那一堆 就是我荣丑其中 或者换味image 然后废又废打 勁又勁打 总而言之 敌进我退 敌推我进 在纳粹之中谋求生存 互相 左右逢圆 是吧 然后里面 总之 两边打 在尖峰上面走 两边 就是我逢圆得 我两边批判都打 然后在里面 去转型 里面 去寻求资源的转核 总而言之 或者我里面 散播病毒 我记得 我朋友经常说 那段时间 主权不交之后 你上去北京找食 或者北上找食 那你做什么 我很好的做法呢 我朋友说 我做法散播病毒 怎样散播病毒 我散播那些 香港人的文化的病毒 感染了这些 内地的国民 当时还没有叫王国 也没有叫王虫 总之是一些 我们那时候 有强局的文化 就是我们中国 港大的市民组 我们的感染 感染了他们 让他们染上我们 香港的病毒 这种做法 我很后现代 很特律之 好那只废有废打 勁有勁打 好那只转型其中 左右服务的做法 就是用这个说法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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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剩下Image 那意思是什么 我们只剩下Image 我们就和你玩Image 你讲语言力术 我又跟你讲语言力术 我说得比你更好 你将那样东西 导向那些赤裸 那些权力的载制 我将那样东西导向 追求平等的抗争 你有你打 你有张良计 我有个长梯 曾经的道德是很红的 这个说法 其实第一次 这个说法不行才会有 其实是一个 这两套方法 是一个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什么 一个不停转换的 九十年代 左翼 后现代 左倾后现代 出来之后 就 刚才那套 我们叫废日废打 满味其中那套 流行 流行到那么上 不行 就重找真相 重找上不定 现在又再传这套 我们又费了 又费了 我们坚持了 又来了 这套 在右倾后现代之后 我最近听到一个 很 很常见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不如 重读核特指 不如 不如 重新说 Gitari那些什么 包括我又份 的 分子革命 又或者 里面 就是 里面在这个 途日线上面 途日线上面 去 途日 去闪避 去腾挪 或者 打着红旗 反红旗 或者是渗透 又或者怎么样 总之 用 用 比资麻 去攻比资盾 又或者里面 用他的资源 就 打回头 总之 我们现在去 选立法会 然后 拿到立法会 业务资源 跟他们搞抗争 大家知道 是有这种策略的 大家知道 不需要我说明 那就是 是有这种 就是要进入其中 然后在里面 颠覆 或者在里面 搞小动作 搞他 散播病毒 也好 重点好 就是 这些草 亦都是我这种 你既然里面 梅画 有个说法很奇怪 异术 搞艺术 如果搞艺术 真相 是不行的话 那艺术是有真实的 我最近有个展览 有一个 刹展人 的刹展人 就是这么说 在后真相年代 艺术的重要性 我们要特别注视 为什么呢 既然所有都 不是真实 艺术 艺术 是特别需要 我们 去选多一点 我们要 搞多一些艺术 来 使用艺术 去取代科学 哇 科学不行 不如搞艺术 因为科学讲真相 不如我们利用艺术 去代替科学 是吧 后真相年代之后 科学都不止 讲不通通 不如讲艺术 所以艺术更加重要 我们弄掉艺术 这样讲 最近听电话 这些说话 就是这些做法的变咒 不同的方式 等而下之 滚动去 就是 你恢复不了真相 跟着你就 和他玩 玩得比他更强 又或者是奴向 或是什么 跌幅也好 从中 在那里 走下闪避 这些 这两者 后者 就是 比如说 我理解成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提示 如果这样的时候 就是 我不须说 到这里 到这里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我们都很惨 后真相年代都很惨 真的 不停地在长环往復里 走 做完这个 做那个 那边也不用追 长环往復 是走不出来的 所以呢 就没得自主 我们就是指 就是 上天台危坐 你不想的 是吧 所以我们就 那怎么搞呢 怎么搞呢 有什么方法呢 有什么方法 可以突破这个 循环 就是如果 孝敦尚 我们又不能够恢复真相 或是孝敦尚的暴力 或者是什么原因 他说 我们是铜牙先避 其实大家知道 刚才这一套 难道不咒是 我们叫参与的恶梦 有本书叫 Nightmare Participation 我没带出来 什么叫 Nightmare Participation 这一套表明 讲述所有参与 或者叫废友废打的 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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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恶梦 那么恶梦呢 齐渣对恶梦的定义 就是什么 当你偷偷发的梦 然后发觉 在现实身上出现的时候 这就是恶梦了 对不对 本来你现在应该是发梦的 意思是 你梦中情人 突然在现实身上出现的时候 这一点都不是好事 这是恶梦 是吧 因为梦中情人 只是在梦中出现 如果假设真的在现实身上出现 这就糟糕了 这是你算恶梦了 明白 这就是齐渣对恶梦的定义 那你自己 梦中偷偷发的梦 就是什么 就是 叫什么 就是去参与其中 端幅 世界 接着整个阵 突然在现实身上 就是参与的 participation 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这个参与 通常就是我们 中日民建制里面 参政 比如说 人家立会议员 那我参选 参选 参选就是参政 或者NGO里面好的时候 我们是跟政府合作 跟政府谈计 拿政府资源 去推行一些我们民间的 一些团体的 要做的东西 一大堆我们 无论大外的左交 或者现在不是左交好 其他都是左交泛民做的事 是吧 CAP 我们叫CAP资源 然后拿别人的资源去做自己的事 就是说一样 我申请政府资源 政府资源不重要 政府不议的资源都不重要 大家知道 现在经常说我们要冒实 冒实就是要参与 我们要参与其中 民主在参与过程 民主在妥协的过程 所以即使这个民主是假民主 我们可以先待着 先参与一下它 通过参与它就会慢慢改变 这个是参与的 愕忘有本事 这件事是参与的 你越参与到最后 会变成政权的勾结 你其实跟政权没有分别 当你参与其中的时候 不是你去感染对方 是被对方感染你 大家知道就是 就是当你去大陆去做事的时候 散播香港病毒 你还没散播香港病毒 已经被人散播了一些 很奇怪的 不知道什么观念 然后慢慢变质 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 还以为你感染了其他人 人家通过感染你 感染他自己 于是不理 大家都是那样 这个就是参与你 以为特导做不到的事 往往 往往是 nightmare 即是那本书是那样的 所以要怎样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东西 最需要的东西 他的说法就是 中立的practition 他的做法其实 是很低调的 就是免质的 其实是很得知的 就是我们中立的 critical radical的东西 突然之后 我们不落两边 这个其实是 很难做的 或者 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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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以为自己这样做 他写那本书 人提醒大家 他提出一个观点 但是 他的观点 他自己的方法本身 他自己都 解决不了 你怎样保障 你不行 你怎样保障 你可以在藤拿其中事 你进去里面 经购里面 搞颠科 搞事的时候 是吧 你是 你是会影响其他人 而不影响自己呢 怎样保障呢 保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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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什么呢 我不想说 这篇图对的 我就是说这件事 这件事 突然间又说什么 我们叫 说中国之后 是吧 那些说中国之后 是什么意思 靠什么 有什么不接不住 当然当然 就是修养 修养怎么来 修养 是不是中国之后修养 我不知道 我讲了个故事 当然就是 我们说一个 我们叫做 常常说的故事 就是修养的故事 修养的故事 修养的故事 断五节过了很久 不如我断五节 还说这个 说题是很小 但是呢 就过了 没得认字 当然就是断五节说 尼肃的作者 就叫修养 是吧 修养就是 在楚池里面的修养 是他写的 修养的故事第一名 就是修养呢 就是 形容枯稿 鱼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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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知道 是失戀了 经常说是基佬 一草危黄 喜欢了灵魂指南等等 于是他失戀了 不知道他什么原因 总之他全身不脆裁 就有个愚夫 三女大夫 何至于私 三女大夫 一言何至于私 搞到这样 形容枯稿 做什么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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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 他说 中人不皆罪我独成 中人不皆罪我独成 那我当然那么惨 我看穿了所有的东西 世界事都被他看透了 但是 但是 没有人不了解过 最重要是坐围我 不了解他 我的外人 不了解他多辛苦 中人皆罪我独成 他全世界族 我独成 是吧 我独成 然后鱼匪就说 说一句 你真是傻了 那么辛苦 又搞到什么 搞到什么 中人皆罪 你就和他一起追 一起喝杯酒 然后共捕于江水道 然后 还举世皆族 就是你叫 你享受你酒 中人皆罪 你和他一起喝 而且你要享受 举世皆族 举世皆族 你和他一起在那里头打滚 很舒服 粉尼滚是多舒服呢 举世皆族 和他一起来头打滚 享受你来头打滚就快乐 就说了 是吧 别这么傻 是吧 是吧 不如说 我怎么可以做到呢 是吧 我就是人家 经常说的 就是 新辱者必赠官 是吧 不是新辱者必赠医 是吧 新子头一定是弹官的 我怎么可以做这些事 我这么高远的人 怎么可以享受 难道你说就说严 说就说严 说就说严 很难 这里面是个解释清楚的 没错 你都知道 你可以 你当然可以享受举世 但你怎样去确保 你的享受不是堕落 你怎样去确保 你这件事去感染他人而言 不是什么 我个人是这样 我做不到 你做到 其实你找借口堕落 那些是你无法保障 你一定是无法保障 你不能说这么多 唉 不许语言 你不是浓浓 我自己要丟于水 是不是 the point the point 就是 你无法保障 你一定无法保障 靠什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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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靠 人家讲 你怎样能够 出于乌林而不业 这个是 你要生日出于乌林 你要高结 令到自己不业 我做花梨 我做了 何花蓮花呢 你只是出幽黎明 你是不能夠嗎 你不是不能夠呢 和光同層 你不能夠呢 去做那個 我們叫做 那個說法是甚麼 那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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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改變你的名字 潛移默化 潛移默化 你怎樣潛移默化 你怎樣潛移默化他 你靠甚麼都潛移默化他 而不是讓他潛移默化 這樣 靠的是甚麼 靠的是愚虎 跟你講這個 不如我去釣魚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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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他靠 靠釣魚 他靠甚麼 他靠這個 泛光 泛光釣魚 就是什麼 泛光釣魚就是度家修養 你真的要泛光釣魚 不是真的要靠釣魚 你在泛光釣魚 你在泛光釣魚中有個修養 你有個修養 那個修養 你當然有一大套公法 一大套公法 問題就是一大套公法 公法才能夠令到你的心靜 蘇個心靜 令到你的心靜 你一定要去到一個通過一些實踐的方法 你才能夠享受到這個驗證 享受到甚麼 享受到 在裏面找了端銀 然後在裏面 你不但不會改變 還因為你 他們不會排斥你 因為你跟他差不多 無光同塵 你不知 跟你分不到 認不到你 所以以為你是同道中人 我經常說 我經常想過 難道最大的道家 難道是董建華 經常這樣說 通常是這樣 習近平原來就是道家 可能這樣 這些當然不是你分得到 但是 應該在那個維持度 你越是 我們叫做大 隱藏 道家的隱藏 不是 隱於市 不是隱於野 是隱於潮 叫小隱隱於野 中隱隱於市 一般是大隱於市 不是 是大隱隱於潮 在那個潮野裏面 在一個造官那個 古人道家 所以曾經都說 是否這麼私領青 真是道家 那些 就是最難搞 你分不到 他真的分不到 你越是認不到 那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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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能夠 改變世界的人 改變世界的人 可能改變 可能改變不了 就是潮野默化 怎樣 怎樣 令到你以為是同類 然後 其中 然後你幾個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當然是一套 一個動革 就是 小有小做大有大做 如果道家來說 大哥是掌權 就是和為而治 就是聖王之道 你不掌權 你就是和剛同臣 鋪剛養晦 所以他不是 甚麼都不做 你是無謂的 你抱著清淨無謂的心態 好像表面上不和他 打滾 但實際上影響了他 他都不知道 其實一定是不知道 說出來他一定不是讀家 所以我說 就是一定不是讀家 經常說 就是 王拔鑄奧 經常說 老子是有 是吧 孔子是體毛 聖人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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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是有 尚言五千言而不止 其實孔子才是讀家 為甚麼 因為他體毛不用說 你這一個 老子說五千言 寫的道德經 就是差事 又說道可道非 即是不行 你即是不明白 即是你搞大招惹 其實你被人知道 你是老子 那是很冤的 老子其實不想說的 他就走路了 怎麽被人訓實了 他就關靈子運 是吧 硬逼他捨他 不捨他 餓死他 不知道是不是 弄到強逼他不得不 即是屬身 寫五千年 屬身走路 那他不關他的事 他都不想說的 老子不想說的 他忍退了 轉眼去了 做一個甚麼 有一個說法就是 做了秦太史官 是吧 秦國去了秦國 是太史官的 轉了帝的身份 以為是帝國 他叫太史丹 是吧 那個就是 太史丹 他原來是老子 可能是 他轉了帝的身份 你認不到他 認不到他 又轉了帝國 又老子二百多歲 你信不信得好 陳國 彭月之間 徐州西北部 和安徽東北部 那班人 曾經是長壽 那是長壽村 都不知道是不是外星人 畢出來 突然化了一百年 不知道 這些全有說法 神怪 成百人二百多歲 還有彭祖 有一大堆人 那堆人 全部都是二百多歲 八百多歲 幾百歲 老子都幾百歲 應該是二百多年歲 很奇怪 太史公說 都不知道是誰 因為真的有這種事 他亦都保留了一個 我們看老子的轉名字 是不是 不明白 他其實 他不計錯數 有人說 有人說跳了一袋 因為為何無端不白事 他原村是魏國 那是誰呢 是不是 那 無論怎樣 他都不想寫 老子其實就是 背了這個王大王 老子其實是不想寫的 他背了就沒辦法了 那我們很幸運 我們看到道德經 很幸運 就逼他 那就是 應該是不知道的 應該 好了 好了 這些後生理由 如何秩序呢 但我不管 提供了一個新聞 其實無論哪條路都好 沒有第三條路 是不是有第三條路 可能有 我不知道 其實有沒有都不重要 第三條路 並不是兩條路之外 有第三條路 是兩條路裏面有第三條路 即是你選擇 跟隨自己的性情 你的性情 我又要拔斷反正 我就要把真相扭斷 轉發 我就走 伸左營 是吧 並且繼續在門 但是 你都不會失敗 你要喜歡 喜歡搞 一些 左右逢迎 你的性格是這樣的 或者你覺得這樣 是過癮的 你就 用回 我們叫做 這個 我們叫做 廢有廢打 但是無論廢有廢打 或者你是 反正 你怎樣去確保 中間的堅持 我們叫做 堅持到底 鬥長命 其實抗爭就是鬥長命 你怎樣去堅持到底 你怎樣能夠確保 你不被污染 而能夠影響態 第一個就是堅持到底 身所要知道 堅持到底 抗爭到底 怎樣被人打壓 你繼續下去 第二個 就是 你怎樣去確保 你自己不被污染 無論你想要堅持 或者是個寶妙 你都要靠一個修養 這是什麼修養 修養 修養很久 我不說了 不一定是道家的 可能你是瑜伽 你是基督徒 我都不知道 那些東西行不行 或者你是佛教徒 可能有不同的方法 到底 最重要的是 中心的修養 中心的修養 令到你能夠堅持 和你能夠確保自己不變質 這個修養 素朱 我講道家 我特別講道家 就是一種 修養 因為修養 是要靠一套 公佛 公佛 在 楚慈漁虎裡的啟示 就是 多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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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紂魚 多釣魚 非太釣魚 私下要補入實踐 不是要在學院坐在那裏講話 講十八遍如何自處都沒有用的 其實我們是相差的 我其實就要大家做些事情 做甚麼呢 當然你不是現在說什麼 委內瑞拉有雞頭有米 因為汽油彈不是這樣 即是不是去做汽油彈 當然你可以做 是你真的要去做一個修養功夫 你修養功夫 鬆緊了自己的內心 你才能夠有能力去進行 無論是走哪裏 這第三條路其實就是在兩條路的裏面 而它不是之外 它是基礎 你沒有了這個基礎 你沒有了這個修心的基礎 你沒有這個修養的話 你其實是很難做得到 無論是你撥亂反正 或者是汽油彈 能力高的人就撥亂反正 smartass的人 費用費用費用 但是smartass你都要去做修養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解釋 是一個我們叫道家的啟示指導 或者我講到這裏 因為我們 有些人說要兩個小時 但其實我預備了 其實是一個半小時的 我們都 九點早點收就行了 我們十五分鐘 大家可以去 去 提問 好 好了 現在到最精彩的部 我們聽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演講 我自己也聽完之後 我覺得 港元大運原來有這麼多條路可以走 我對這個後現代就沒有什麼認識 聽起來就好像有些自相矛盾 因為你後現代是虛無 你是否定有一個真相有一個真理 然後他又有一個價值去追求 你有一個價值 你肯定有一件事是真確是正確 其實兩者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價值有一種的 錢也是價值 是嗎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你也知道錢也虛幻 錢其實是由金盃脫鉤之後 他都很虛幻 其實他指標的是什麼呢 他可以換取貶值可以隨時改變 這個都是價值 但是是什麼價值 其中價值就叫真 真是另一種價值 還有其他價值 包括實用的價值 包括一些甚至是慾望的實現到的價值 甚至一些我們叫做很低的價值 有些心理學有牌的價值 那個系列 所以出閒什麼價值呢 只不過後現代其實是令到真這種價值 產生了很大的動員 他不是所有價值都取消 他不一定就會向虛無 虛無其實是一個 可以講一個課 甚至一個講座 虛無其實是什麼呢 虛無其實是不存在的 實際上不可以叫無 無只不過有它否定 又或者是一種感覺 虛無其實當我們講虛無的時候 其實虛無或者價值是喪失 價值喪失到什麼地步才虛無呢 是多少價值喪失到什麼虛無才虛無呢 這些全部都是其實我們要思考的 虛無是從來 實際上是無無的 有一個東西叫無擺在那裡是無的 實際上只有有的東西 因為有的缺席就是無 那就是它不是一樣東西叫無 對不對 所以這個無其實虛無這件事 後現代所謂說 這種帶來虛無的說法 其實講清楚一點 其實是帶來很多人 是陷入虛無感 又或者沒有了一種價值的喪失 但看上去是這個意思 那叫虛無 所以它虛無感 不代表你無價值追求 你只不過是追求價值 追求太多價值可以 就是突然間你又要追求 要供樓 供你的價值 要追求供車 你突然間又要追求其他東西 你突然間有很多東西 搞得很煩啊 很虛無啊 這樣說 很虛無 但其實你突然間有很多東西 正因為突然間有太多東西 很虛無 所以我想是在說中極價值 我想你再說 如果你說中極價值的話 是 後現代往往是體現 在中極價值的不重視 中極價值其實是宗教的東西 但是很奇怪 後現代大家明白 後現代雖然說 宗教的價值是不重視的 但是他用一個表現出來的 他不是說沒有宗教 那些人不信 突然又要橫流 他是有太多宗教 又有什麼方式 他叫做New Age 他叫做New Age 突然間New Age就明白了 如果你不知道後現代 就看New Age就明白了 新紀元 突然間有一個人 我跟他說過太羅拜 突然間有一個Prom Leader 突然間有高能量給你 這個Reiki送了能量 靈性治療給你 你的肚子有否痛不痛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你今天吃過這筆東西 你信不信我 還有一種叫動物存心 你經常說一下 不要笑 這是一個Holy Age 我們叫動物存心 最近經常談 你最近養的倉鼠怎樣 我看了照片 我可以看到倉鼠 我知道倉鼠是怎樣 你信不信我 這個信我就是一種靈異 因為靈異就是新紀元 新紀元 為何可以 就是後現代 全部找價值 全部找價值 所以其實他沒有矛盾 他只是否定最高的價值 他只是否定最高的價值 他不是否定 他是無事 或是結果 某人家洋氣了 因而導致價值化難 那他洋氣了最高的價值 其實他是不是意味著 價值是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你有你的價值 我有我的價值 我又不可以說 你又不可以說我錯 剛才說了 郭聰一時 公說公有你 婆說婆有你 那就相對主義 大支相對主義 其實你去爭取一件事 當時你有一個信念 是認為你絕對對 你才會去爭取 那個信念是沒有真實性的 那個信念是有你所說的 剛才說的 就是你的信念和我的信念 你說信念很危險嗎 因為說良心同樣危險 因為你的良心 未必是我的良心 誰說的 曾偉翁 是吧 曾偉翁 是一個後真相連隊的廠長 黑影走過來 黑影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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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黑影是甚麼 是後真相 我說有一個黑影走過來 他不是很主觀說 黑影是甚麼 不知 黑影 所以那個人就可以這樣做 就是黑影的規模 我大聲一點 襲警 阿Sir 我大聲而已 不對我沒有理貌 對不起 襲警 追性 他不認 現在是這樣 以前監獄封民 周永發說 我大聲不對我沒有理貌 現在不行了 你大聲馬上拘捕你 打疼 是吧 這是後真相 為甚麼大聲就是襲警 他相信 警察 持無 相信 你襲警 你就襲警 還不是後真相 DQ的語言都是後真相 DQ當然是 DQ 我看到你 我覺得你 不是宣誓 當然 當然 好 有沒有 好 那些後真相 是普遍 很普遍 到處都是這樣 現在是 現在全世界都 美國是都幾主導的 你知道全世界 美國現在是 完全陷入 你看到 最近那些新聞 你看到的新聞 是笑到你了 是吧 就是 為甚麼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真的很厲害 一個人改變了整個 整個美國 你舉個例子 剛才說 所以說 你們傳媒報導 我傳媒是假的 我認識 我認識 我其實有另一個 我其實是一個很職人君子 他講了就算了 最近又說 他 因為俄羅斯大使的問題 其實我跟他講了 不是 俄羅斯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代表說 我跟他 清清楚了 我跟總統了 總統說我以前的不是 那些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是的 他的權力可以這麼多 那不是權力 是你根本 無力 他的權力 他的權力是 美國總統的權力 但是我們無力去 我們無力去 去 去檢證他 或者我們無力去 就算我提出那個檢證 你 都自己都不知道 站不站住腳 因為你自己不相信自己 如果問你 你凡人自己不相信自己 即 他搞到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 你沒有了那個 因為你的信念跟他的信念差不多 你很危險 因為你的信念跟他的危險一樣 沒有標準的 你的信念跟他的信念是一樣的 同等位置 沒有真錯 沒有真、沒有真、沒有假 沒有真、沒有真、沒有假 沒有誰厲害 在香港來說 我就看過後真相 因為DQ的議員都是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如果在美國 一個比較法治的社會 即不是一個權威 即是財統治的社會 都很快不去 都很快不去 即是你明白 即是他那個 他現在是未有氣大 是快的 即是步向 即是 即是 其實是 其實是 很 那天有個制度在 香港人都有個制度在 但制度是要執人執行的 如果假設執行的人 是不尊重制度的話 他可以將制度 捂去一個 剛剛那個制度原本建立的相反 美國當然只是一個民主 相對健全的地方 但是你靠那個執行的人 如果執行的人 拿這套東西 雖然其中學生講 求真相是一個特別的方式 就是拿你這套東西 然後將它轉化 他就拿你這套東西 變成你一樣 他的民主不同 你所相信的民主 到最後會告訴你 過去的民主才是民主 而你的民主是很危險的 不是民主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樣的自處是甚麼 你剛才說是 我看出甚麼 因為就是 剛才的民主就是 反正 說回真相出來 然後挺過 挺過 然後跟著 你為甚麼是真相 他為甚麼不是真相 還有真相 是有得檢測的 然後跟著 但你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打垮你 抹黑你 用他原來成管理 那你堅不堅持呢 你怎樣堅持到你 你怎樣可以 在不停地打壓 暗黑 情況之下 這就是關鍵所做 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能不能夠走到底 如果你是不是去捕虜反正的話 那你又能不能夠領悟自己 你這個問題 使我想起 郭文貴捕了 他是不是把真相揭出來 他意思是 你說是 你說是 你有沒有檢測 當然是檢測不到 你很多陰謀論 其實他是甚麼權力鬥爭 其實他是哪一派 其實他是怎樣怎樣 我們正在這個氛圍裡面 而且我們無力去證明誰是對誰的錯 你能夠知道 又說習大帝是怎樣 又說 大家都知道 又說 有一段時間 又說是成報 習近平出來的 就說要堆壞這個 甚麼是 五人幫 甚麼是梁振英 即是說這件事 你相信 大家都不喜歡看成報 你會發現 原來 其實是運筆的 是吧 你信不信成報 你信成報就死了 是吧 今天很簡單 我再說 你說黃毅敏 就是兩位黃毅敏 黃毅敏是 有沒有收錢 其實是否臥底 是吧 到今天還在說這個問題 還有陰謀類 那你送去選 現在很簡單 黃毅敏是否參加補選 這個問題 參加補選是臥底 還是不是臥底呢 你回答一下 如果解釋這件事 是知道他是臥底 還是不臥底的 他跟他參加是否很順致 他說不參加 他不參加 他不參加就臥底 你說他參加就是臥底 全部有理據的 全部講通的 隨你騙的 因為你全部是揣測的 甚至連那個當事人 都加強尾這樣想 突然間做出了一個節目 不如不去參選 這樣 我剛才看到一個 一個 一會兒叫做視頻 這個視頻好像很不正確 或者叫做一個短片 他講到黃毅敏做了一個節目 他說這個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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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去參選一下 即是他連自己都會搞這麼惹 大哥 他當成說笑 即是他參選還是不參選 究竟他是臥底還是不臥底 他參選是臥底還是不參選是臥底 你說不到他就是有真相 如果去到這個地步 根本是沒有一個真相 沒有一個 你可以用你剛才講 這個level 下一個level就是 其實沒有假 沒有假就是很可能的表現現在這個時代的特徵 如果沒有一個是真相的話 這樣人人是怎樣可以在這個沒有真相的狀態下 還有希望呢 喂 很明顯他就可以了 有沒有希望 我們不知道 其實希望是不是很重要的 你覺得希望很重要嗎 希望是沒有重要的 因為希望可以吃飯的 我們明顯個個可以 你問一下我們在澳門 你看大哥 是不是 希望可以假的 可以自己騙自己 可以講講一下 信信一下 講得多就信真 自己講成為自己 為甚麼大陸搞成這樣 你以為真是強權嗎 是自己洗腦配合 藤地洗腦 你洗洗黑 連自我洗腦配合成一個強權 他很希望強國 他很相信的 中國是全世界最偉大 廖寧號是很下表青空 中國強大 是吧 你對廖寧號的信念在哪裏 我們大家知道廖寧號的信念 但是你問一下 隨便沒有一個大陸人來問 對廖寧號的信念 或者問一個海外的華僑 海外的華僑 也一樣 這條寧號的信念非常堅定 這個堅定在哪裏呢 在哪裏呢 很堅定 他們是很強大的軍艦 是吧 全民生壽 是吧 no 雖然是這樣 就是ته wish 別聽了 從頭髮見 一是從從天 是否就vasive 這個文字 were you 三慢 曾拼 Для Together 和 再続 在選之前 有人去看那些 建軍大業 就多好 飛機打到幾隻 能夠屈大行動 中式 大佬連芯夜食堂都是中國版 全世界所有都是中國版 全世界就是我們將來歸於中國 不但之中全世界 火星就是投降到中國 不然火星銀螺就是投降到中國 他們幾有希望 其實真的 照你這樣說 連美國都沒有了真相 其實全世界都投降給共產黨 這個偽真相 北韓 登陸太陽 全世界都是這樣 如果連美國這塊地都失手 你很大美國主義 你比我更大美國主義 我是大美國主義 原來你比我更大美國主義 你會不會去麥多奴吃東西 你又不會去麥多奴吃東西 即不是 即是這樣 即是說笑而已 好 第二個去麥多奴吃東西 沒有就輸 好嗎 好 我這裏 我自己有一點補充 不知對不對 我最近看了很多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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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有一個名言 那個人他對自己的 那個 interpretation 有信念 有信念 又或者 他能夠 persuade 到 即是 去說服到其他人 那些人 覺得他那個 interpretation 是對的 那他便可以當 宗教就是這樣 這個講法 這個講法就是很大禍 大家知道 這個講法很危險 當然大家知道 但問題是他後面有意志 跟宗教的暗通 就是意之所到為物 就是當你所謂權力意志 決定那個對象 那其實是 康德也經常講 黑戒也經常講 整個觀念都講 就是意志決定對象 但是決定的對象 不是扭曲那個對象 決定的對象 決定的對象 是意義的 那麼那個對象 都有一個 不容主觀 扭曲的成分 我們叫觀念 那叫manifold 雜多 雜多就是你不能夠決定到 是上帝創造出來的 一些雜多 那些雜多 你只能夠 你只能夠主觀去 去決定那個觀念 去令到那個雜多 變成一些 你所謂的事實 但是它並不是事實 那事實 最後真正的事實 是一個 你不容你去改變 有些東西 是不能夠改變的 就是the word 或者叫雜多 無論叫什麼 那些東西 的確是在外面的 是透過你 正正是甚麼 透過你不能夠改變 它的resistance 是體現自己的 那麼 尼楚所講的 意志決定 或者權力以至 這些是說 後面一定有一個條件 就是 你是超人 你超人才能做得到 你超人才能做得到 你超人後面就是 Exactly 大套修養 你要去到某種level 你才能做到 你才能做到 當你以為你是超人 其實你是甚麼 反過來 你是 大家知道 尼采的那句話 就是活人 這個時候 你就死了 你就以為自己過超人 自我以致膨脹 就是 我現在是習弟弟 我有權力 我是超人 明明你不是超人 你是很 就是很差 一般來說 你讀完尼采 自己就膨脹了 那你就 以致決定 以致決定很正 但不是你 對不起 尼采也不行 你覺得 你崩了 我要說尼采 尼采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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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的結源 尼采就是 他在街中看見一個 馬 就是馬 眼給一個藥帶 然後抱著他 然後就噴他 他是在弱者旁邊崩的 他不是在強者的旁邊崩的 強者 要做強者 首先你是能夠 援抱弱者 你才由資格做強者 但是我們知道 他現在看到強者 是踐踏弱者 在踐踏弱者的基礎上 去確認自己是强者 所以向弱者抽套是甚麼意思 你明明你就是壓迫者 但誰知道你怎樣去 你向跟弱的弱者抽套 去顯示你是强者 所以到最後你是懦罰 另外我們又可不可以學一下莊子 我們不要再關心這些究竟真還是假 他不關心的 因為他殲滅了去到一個level 然後他拿著那個level 他可以隨意去定真還是假 又是那個問題的修養 將他的修養去到一個level 那時候他們兩個人不知道 那你必須要去到那個 即是十層層的逍遙 齊患的境界 你去到蕎養齊患的境界的時候 那你就超越是非 你未去到就打滾其中 到最後還是決定這個修養 莊子界就行 但問題又有多少人做得到 又有多少人以為自己取暴莊子呢 最大件事是這件事 即是今天我們知而行難 即是我們知道怎樣做了 我們知道剛才說的 用什麽都說 做不做得到 一個修養 莊子的修養解枝 是深齋座 座亡一大套 那些人說 莊子的境界 人們有沒有做過這些深齋座 真是有三重境界的再重造 有沒有做過 沒有 口急而已 口急就是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 就是我們讀哲學的人 經常遇到這個案子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 今天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就要多謝我們的掌聲 我多謝大家